那么书馆开书啊继续聊天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清平大小合作之论 按说呀咱们应该书接上文 咱们就应该说说呀 那位被赵慧派到了南疆的将军阿敏道 这位将军呢是名蒙古将军 这赵慧也派给他一百索伦兵和这个两千的归降来的准嘎尔士兵 让他去南疆呢打着这个收税的名义啊 去南疆巡视一番 那意图呢也是很清楚 那真要是收税呢不用带这么些兵 你这大小合作呀要是合作没有谋反之心 阿敏道呢也会接管军权 一旦发现呢这大小合作有异心有异动 那么好办了带着兵呢那就武力解决 并且呀派了这个拜承和库车 两位阿奇木伯克当地的贵族 一位呢叫做嘎代莫特 另外一位呀叫恶队 让这两个人呢随军参赞 并且呢接管政权以后啊 这两个人呢凭借着家族在南疆的势力 也能使着大清朝在南疆实施政令啊 省了不少的劲儿 不过呀咱们得把他们放一放 咱们先得聊聊啊 这会儿的小合作祸及战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把他交代清楚了啊 咱们的故事一会儿啊不好往下进行 那这会儿的小合作啊 他俨然替代了他哥哥 成了南疆缠回的新的精神领袖 因为他比他的哥哥志气大呀 他总把这个圣战挂在嘴边上 所以说一些激进派的贵族啊 哄啊就都倒向了他一边 他这会儿啊离建国就只差一个机会了 那么在这个机会来临之前 他在干嘛呢 他在南疆啊正在大规模的排出一截 在这教门里啊 一旦要是想排出一截 没有别的办法 就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杀 那他都杀什么人呢 他要先杀旧贵族 哎他杀的还挺彻底 他从啊这查核台韩国的后裔开始杀旗 一直就杀到这叶尔强韩国时期 这些与他呀异建或者是教派不同的贵族啊 全被他杀了 然后啊他的目光啊就投向了那些新贵 就是啊在前一段时间呢 准戈尔韩国统治南疆时期 扶持起来的那些城主伯克 那些阿奇木伯克们 当然了能被这个准戈尔人呢 任命为城主的人呢也应该就是地方的豪族 您就比如说吧 咱们前一段提到过的这个抓住了达瓦齐的霍吉斯家族 还有啊刚才咱们说过的陪着阿敏道啊 一同来南疆的这个恶队家族 这些人的家族啊都是南疆根深蒂固的贵族 都是一方的豪族 无论是当年的准戈尔韩国 还是后来的大清 对这些啊在地方上政治和宗教上有实力的家族啊 都是急剧拉拢 那这么做那显然是正确的 永远是有威信的人呢 来领导云云众生 哎可是偏偏的这个小合着货机站 他不这么想 因为啊他根本就信不过这些贵族呢 那他信得过什么人呢 他信得过重用的就是原来和他一起被囚禁在伊犁的那群人 说白了就是那群的会种小麦的塔兰奇们 咱们在这儿并不是歧视这些劳动者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在见识学识以及执政能力上啊 这些个塔兰奇那肯定不如南疆的这些世家贵族们 所以说啊在这儿我们也能推断出这条合着的叛乱 迟早是会要失败的 因为他的统治阶级并不先进 那他又是怎么对付这些豪族新贵的呢 首先说这恶队家族 这恶队啊本来就没在南疆 在北疆啊清军大营里啊那抱着粗腿呢 他想对这个恶队下手啊 他也没有办法 那么剩下的呢就是这个霍吉斯一家 这霍吉斯一家让他挺难办的 因为他知道啊这个霍吉斯是个老狐狸 这两年这南疆回部和北疆准部 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 几乎啊和这个霍吉斯家族啊都有关系 把这种啊智商明显高于自己的人留在身边呢 那迟早啊就会生乱 可是啊有一点很难办 这要除掉霍吉斯及其家族啊 没有由头 因为啊自打回到南疆之后 这霍吉斯率领自己的族众就一直追随大小河卓 弄得这小河卓瓷战呢 不好意思哎对人家下手 这小河卓瓷战呢思量了很多天呢 也没想出好办法 最后啊一拍脑门子 也算是贼起飞制吧 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 哎既然杀不了你啊 那我就不如把你们这个家族势力啊 给你们拆散分散开 他第一件办的事啊 就是将这个霍吉斯认名为这个和田的伯克 前方啊咱们讲过 这霍吉斯呢 他们家族的主要势力啊 就集中在这个阿克苏乌石一带 并且霍吉斯本人呢 就是乌石城的城主伯克 这乌石呢 在这个南疆的北端 也就是在天山的脚下 这和田不一样 这和田啊 大吊脚在塔克拉玛 甘沙漠的对面 南疆啊 靠南昆伦山的脚下 把这霍吉斯的一个儿子呀 叫莫兹帕尔 哎 封为了这个乌石的伯克 另外一个儿子啊 就被派到了阿克苏做伯克 霍吉斯的哥哥呢 就被派到了叶尔强做伯克 哎 这一家的人呢 是东一个西一个呀 谁也不挨着谁 并且呢 这个家族的灵魂人物 霍吉斯啊 你呀 也不用去这个和田去上任去 你就留在军中 留在我这个大小河卓的身边 哎 说好听了呀 就随军参赞军武 说不好听了 哎 人质呗就是 那咱们交代了这个霍吉斯的动向之后 咱们翻回头来 哎 就得说说这位进南疆的将军阿敏道了 就在乾隆二十一年的润九月初 阿敏道从北疆的伊犁出发 开始啊 向南疆进军 那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啊 他们的目的地啊 是先到库车城 因为这个随军的参赞恶队啊 原来啊 就是库车城的伯克 这恶队的家族势力啊 控制着这个库车城 哎 他的家人自然呢 也在库车城 这恶队当年投青的时候 就只带走了一个儿子 自己的媳妇啊 和其他的孩子 都留在了库车城 这一支军队几千人呢 浩浩荡荡的从北疆往南疆出发 说实话也不是很着急 这路上的风景啊 正是好的时候 他们走的是哪条道啊 他们顺着这个 玉勒都斯山谷啊 奔南疆进发 好家伙 那简直是风景如画呀 我一说呀 您都得替他美的话 这就是今天著名的 巴音布鲁克草原呢 远处的雪山白雪矮矮 近处溪水缠缠 是绿草如荫 要说这阿敏道是个小调 没见过什么市面 您算去吧 他就是一个侍卫出身 领了一个副都统的职啊 到军前来效力 这突然间自己手上啊 一下子有了实际的军权 带着好几千兵将啊 这就要平定南疆了 这一路上啊 和这个嘎奈莫特和恶队啊 并配而行 瞧着自己身后的大军 再看看这美丽的风景啊 兴致来了 这话可就不够他一人说的了 那简直是先说地再说山 说完大塔说其干 撇着连嘴的呀 和这二位说呀 让你们瞧着吧 到了南疆之后 这小河卓乖乖的束手就擒 让我呀把他送到北京城 交给我们乾隆大皇帝 其他的人呢 顺顺搭搭的归降我大清 这样还则罢了 如若不然呢 就凭我这几千人 我就要踏平南疆 让他们见识见识 也我的手段 那这二位呀 听着呗 谁跟他争计啊 他是主将啊 就这么着一路走啊 一路聊 眼看离这库车城啊 可就不远了 就在山谷溪水的旁边 突然呢 这大军发现呢 有几具呀 被杀了的 维吾尔人的尸体 这明显啊 是被杀害之后 气之荒野了 按说呢 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啊 这大道边小的眼上啊 发现几具气尸 死倒了呀 哎 也不算什么 可是啊 当这个士族 把这些人翻过来一看呢 这恶队呀 先哭了 原来这三具尸体 全是这恶队的家人 那这队伍当然就不能走了 先停下来呀 这恶队先给家人收拾吧 可是恶队虽然伤心呢 这还算冷静 他就跟这个阿敏道说呀 这将军这事不对 我呢 虽然是黑山派 哎 这个大小合卓呀 是白山派 我们两方啊 虽然这个教派不同 可是现在呢 都归顺了大清 那现在呀 我们俨然就是一磨子了 都在这个 博格达韩乾隆大皇帝的领导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杀害我的家人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反了 并且呀 我跟您不客气的说 我们家族 世代居住于库车 在库车城啊 是最有势力 最有实力的家族 他们既然敢这么干 那就证明了 他们已然占领了库车城 所以说是库车呀 将军 咱们不能去了 到那儿啊 咱们也得中了埋伏 阿敏道一听啊 他乐了 他说 我的博格大人 你说什么呢 咱们身后跟着的 不是兵强马壮的士兵吗 这士兵手里攥着的 他也不是烧火棍呢 你看着你家人惨遭杀害 你就不生气不难过吗 咱们得给他们报仇啊 这话说出来 这恶队听了 心里这份难过就别提了 死的是我的亲人 我这心里能不难过 能不想为他们报仇吗 可您再瞧您带这些兵 就一百所轮兵 算是正经的八旗 剩下这两千人啊 那可都是准干儿韩国的降兵 一旦要是打起来 这心呢 能不能跟您往一块使啊 那还是一回事 可是架不住这阿敏道啊 他执意不听 一定啊 要先到这库车城下 看看情况再说 那这大军就往前走吧 那么说 现在库车城里的城主 是谁呀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那个霍基斯的儿子 他叫做呼代巴士尔 他是这个小合着 任命的库车城的 阿齐布伯克 所以说他也只能啊 按照小合着的意思办 他远远的看着这个清朝大军呢 来到这个库车城下 他不但啊 没有开门迎接 反而派出了一千来人的军队 从正面杀出来啊 就和这清军队员呢 开了仗了 可说呢 这些缠魂呀 这战斗能力实属一般 没过一会儿啊 就被这些清军呢 砍死了四十多人 吸的呼噜 就跑回了库车城 空隆匡隆 关上了大门之后啊 哎 不出来了 阿敏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啊 对城上喊话 那是个主将出来搭话 那出来搭话的 自然是这个呼代巴士尔 他跟这个阿敏道说呀 我们呀 早就归顺大清了 可是你看你带来这些人 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准干二人 我们原来啊 常年被他们欺压 哎 我们怕他们 不敢开门 嘿 一听这话 这阿敏道啊 这股子鲁劲来了 他跟城上说 你怕他们呀 哎 你不怕我吧 这城上守军说 哎 不怕您 那我呀 就带着我这个 一百索轮兵进城 让这些人呢 在城外入渣 这城上的守军一听啊 乐了 要的就是你这个 于是啊 就大开城门呢 迎进了阿敏道 和他这一百索轮兵 这一进城 不要紧呢 这才引出了大小合着之乱 这赵慧将军才要平定 南疆